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仔早晨,同学仔早晨 进入校园前,请先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然后量度体温 我们每天回到学校都会做足清洁,确保卫生安全 大家好,我是姐姐,黄浩辉 大家好,我是妹妹黄浩辉 是的,姐姐,为什么我们今天回来呢? 我们今天有特别任务在身 要和小一的师弟师妹的家长 介绍基传的校园生活 各位镜头前的家长,你们好 相信各位都很好奇,究竟小学的生活是怎样 今天就由我们两姐妹做导游和主持人 和大家介绍一下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有英文组会 普通话组会 和校长老师姑娘的分享 如果那天没有组会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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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回课室先 在课室准备上早读课,安静地看图书 我们每天都会跟着搜索上的时间表摄书包 不过由于疫情关系 我们的学习模式有所改变 上视障课,交功课,甚至上科外活动课等等 都集中在电子学习平台搞定了 一点都不难用的 小一师弟师妹那么聪明 很快就适应啦 还有一个学习 可以和你们讲 全课室之后 会转用电子黑板的 到时上童一定有趣和好玩很多 啊!小试啦! 我们可以带你小试锁去休息啦 第三个,你们猜猜袋里面有吗? 有水瓶 食物 口罩 抽手液 和指巾 如果没有得上液用品 学校也有得给我们的 姐姐,别想着说啦 我们去玩啦 阿妹,私家以前关系都停下啦 咦?那我们怎么介绍啊? 下班啦 那又不是啊! 看片啦! 小试有很多体育活动 给同学们参加 有跳绳 单车 呼拉圈等等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 我们小试很多东西玩呢? 没算啦 我们五试锁精彩啊 谢谢你说是不是? 没错啊! 五试吃完饭之后 五试我们有悠游行活动的 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参加活动或者休息 同学可以留在课室下棋 去图书馆看书 或者落操场打球 和玩飞盘都可以啊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个特别室开放 例如,你可以在Stand Room做实验 去Coding Area玩编程机下人 以及去电脑室借用电脑 总之,打中之前回到课室就可以了 家姐,我们有超广东玩了 放得好吗? 有没有得放? 就看看你们有没有参加放外活动 我们有很多不同种来的放外活动 音乐方面 有非洲鼓、手中、合唱团 运动方面 有篮球、足球、田径 如果还喜欢跳舞的话 就一定要参加东方舞或者艺术体操 这天我都参加过了 有什么再特别一点的? 当然有啦 现在我们还会去摊射场 Hotup Picture 和全身校园电视台的 哇!我要参加! 那你一会记得告诉妈妈知道 各位家长,多谢你们看完这条片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任何疑问 欢迎打电话回来查询 又或者要到后参观都可以 最多我带你们走吧 同学仔天日见 同学仔天日见 啊!今天不忘了介绍 Timmy是我们学校的新成员 可以解答一般有关学校的问题 大家在学校见到Timmy 一定要跟她说Hello 还说妈妈来接我们放学啦 啊!阿妹,你先穿好你的衣服先啦 对啦!我们就来穿新下服啦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希望之后可以在基层见到你们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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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